早在去年美联储连续多轮大幅加息时 就有不少的美国经济学家指出 激进加息将会给美国和世界经济 带来严重后果 而近期美国硅谷银行等多家银行 接连关闭后 很多经济学家认为 美联储加息难辞其咎 呼吁停止加息 避免形势进一步恶化 但对于这些来自业内与市场的呼声 美联储并未停下加息的步伐 有专家指出 美联储过分高估了美国金融体系的承压能力 继续加息只会让银行业危机进一步恶化 事实上 在美国银行业危机发酵之前 美国金融市场就已经被美联储的 激进加息政策搅动得动荡不安 停止加息的呼声日益高涨 但即便在硅谷银行 签名银行暴雷之后 美国财长耶伦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等财政官员 却依然坚称 银行业危机整体影响有限 美国银行体系仍整体保持稳健 试图淡化加息的负面影响 对此有专家分析指出 对于美国经济体系的过分高估 是促使美联储持续加息的一个原因 而这种政策性的误判 将进一步加剧金融系统 特别是银行业的风险 近日美国多个高校经济学家 联合完成的一项研究显示 美联储激进加息 极大的增加了银行体系的脆弱性 受此影响 美国至少有186家银行 面临与硅谷银行类似的近况 届时即使只发生小规模的挤兑 也将有更多银行面临爆雷 如果我看到它 感谢观看